圣经说 属灵人看透万事 人却不能看透他 今天我们来看美国大法官 今天的话题也可以是 看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 最近发生了一件影响 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情 就是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 作为对美国的政治体系 有所了解的华人 都知道她的去世牵动了 整个美国三亿三千万人的神经 金斯伯格大法官 是一位被全体美国人 所尊敬的女性 无论一个人所属的党派和团体 是如何的不同 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十分尊敬 这位在现代美国历史上 留下重要影响的公众人物 十分尊敬金斯伯格 但对他有完全不同看法的群体 大多数基督徒或敬畏神的宗教团体 这是指金斯伯格一生 曾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因着他的世界观 及他的世界观所带出的 对公众事务在最关法院的判决 导致了美国偏离了其立国的根基 如堕胎等 所以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 除了赢得了整个美国人民的回忆和尊敬之外 同时也立即引发了一阵 在大选之前填补他的空缺席位 而引发的剧烈悬风 因为他的空缺席位 如果不立即填补 最大的危险 就是在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的结果和裁定 极有可能在11月3号变得悬而不绝 极有可能整个美国甚至世界将变得更加的动荡 但目前一个明显的争论焦点 不是在对美国大选总统危机的裁定 而是集中在大法官的空缺 应该由大选之后的新总统来提名 关于美国大法官 我们试图看透的是 一个人做什么 说什么 想什么 他的这些活动的背后 是什么样的世界观 有可能根本动摇和改变你我家庭的下一代 学校 教会 甚至整个国家的根基 这就是历史上 哈佛大学等名校 今天朝着他们建校的根基 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原因 作为这个三分钟的节目 我们是希望帮助华人基督徒 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 并在每天自身的生活工作事奉中 来操练三点一线 神开恩对我们的启示性感度和引导 今天你是怎样来看透 美国大法官位置的填补这件事呢 你会怎样来揣摩这其中 有没有上帝的指纹呢 因时间的限制 我们将在华人物质团契的网站上 介绍一种观察的方法 来帮助大家了解其中的原理 并在观察时事中 操练明白神的旨意 使你渐渐可以看透 上帝的真理是极其宽广